好 朋友 今天我們要聽一個故事 也是繼續的關於單位的故事喔 上一次 記不記得單位的兒子 雅沙龍 他的頭髮很長 他很俊美 結果他違背了爸爸 然後做了一些故事 說爸爸的白話的事 後來他本來就是不合神心意的鴨沙龍 雖然爸爸大衛好傷心 但是鴨沙龍還是怎樣喔 現在我們要來看的是 大衛的另外一個兒子 叫做所羅門 哇 所羅門他是合神心意的喔 那所羅門他最讓我們覺得 他很厲害的就是 他要判斷一件事 讓我們覺得神真的是給他超有智慧的 這個智慧聰明是 英文叫什麼啊? 他真的很有欸 等一下我們就要聽到說 如果有兩個人來找你告訴我 然後你真的不知道 這兩個人誰說的是真的 誰說的是假的 但是其中有一個是假的 然後有一個是真的 他說怎麼辦喔 不是你真的不知道到底誰是假的 誰是真的 那我們先來看所羅門 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大衛的這個兒子所羅門他如何啊 我們今天要進入的是 第七十一刻 所羅門的王的智慧 然後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獵王祭上的四章 三十二到三十三 還有三章一節 三章五到六節 那麗大師相 一章十一章十一章十二節 還有獵王祭上的三章十六到二十八節 看看這個聖經裡面怎麼介紹所羅門喔 說這個所羅門喔 他會做真言三千句 而且還會做詩歌一千零鼓手 而且他會講草啊 還有樹木啊 他還會講悲情啊 還有講 他會講各類的動物的事情 還有昆蟲的事情 他都懂耶 真的超厲害的 還有水裡面的 有啦有趣的 他很厲害喔 因為神給他這樣的厲害 那所羅門他除了這些以外呢 聖經怎麼說他 說所羅門他跟埃及的法老王結親 可是所羅門他卻取了法老的女兒 當太太 而且所羅門把法老的女兒接進皇宮 聖經裡面先描述了所羅門這樣子 那他把這個太太接到大衛的城裡面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所羅門他還做了什麼事情呢 有一天啊 在晚上喔 在睡夢中的時候 所羅門在做夢 這時候 耶和華就從這個所羅門的做夢裡面 向所羅門顯現 說 所羅門 你想要什麼 好 可以求我 我都會給你 哇 史羅門在夢中就想 哇 在耶和華 你仆人我 就是我的父親大衛 他誠實 他公義 他有正直的心 在耶和華你的面前 然後你就施恩給我 大大的施恩給我 而且又給我一個好大的恩典 讓我可以當國王 坐在我爸爸大衛的位置 所以我所羅門感謝上帝 是給我國王的位置可以坐 都是因為我爸爸大衛 在耶和華的面前 夢裡的紀念 那這時候 他要求什麼呢 小朋友 所羅門他求的 給你們猜猜看他求什麼 他會求有錢人嗎 最有錢的 你們都知道了 那他求什麼 他有求很健康嗎 得到一萬歲 所以必要怪 他有求 我要永遠都很尊貴 很輝煌 然後看他聽到我的名字 做羅門這三個字 我覺得你真是太厲害了 他沒有求這個 所以我覺得 費家的小朋友應該都知道 他求的是聰明 還有跟聰明很像的智慧 他求的是從天上 讓耶和華給他的聰明跟智慧 因為他說 我耶和華 我當國王 我底下的人 事情太多了 他們都要來問我 我真的 我真的真的非常的需要 神是給我的聰明智慧 所以他只有求聰明智慧而已 這個時候耶和華就告訴他說 喔 所羅門啊 你已經做國王了 你竟然不求智慧 智慧就是你有錢 你也不求豐富 豐富就是也是更有錢的意思 他的尊榮 你也沒有求尊榮 尊榮就是很好的名聲 很尊貴很輝煌的樣子 你也沒有求 把那些混理的人給殺掉 因為其實那國王會有很多敵人喔 還有很多要來攻擊他國家的 那些國家 可是所羅門都沒有說 把我的仇人殺掉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有心理的敵人喔 然後就會想 喔 我不喜歡他 耶和華你有一天給我 幫我取願望的時候 幫我殺掉他吧 沒有 所羅門 沒有 所以耶和華說 哇 你沒有求這些 而且你還沒有求 活到一百歲 或活到兩百歲 沒有 所以耶和華說 好 所羅門啊 你好啊 你好啊 我現在要是給你 第一個 聰明智慧 第二個 制裁給你 豐富給你 尊榮也給你 第三個 你以前的國王 都沒有這樣像你的 第四個 你以後的國王也沒有像你這樣的 表示只有所羅門國王一個 所以 得到相信的喜悅和祝福 好啊 現在我們要來聽 到底 傳來傳去 讓我們覺得 怎麼所羅門那麼有智慧 是為什麼呢 我們先要來聽他 判斷一件事情喔 有一天 有兩個媽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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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是我的 另外一個 小孩子是我的 他們兩個一直吵 有兩個媽媽說 寶寶是我的 她說 寶寶是我的 因為 他們兩個的寶寶 有一個是翹翹的 所以他們兩個 一直吵 說 活的寶寶是我的 他說 欸 我的寶寶是我的 兩個一直說 活的寶寶是我的 他們一直吵 一直吵 怎麼辦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啊 因為這兩個媽媽 他們喔 住在這個 他們同住在一個房間裡面喔 來打開來看 打開來看 這裡面有兩個媽媽 看看這兩個媽媽 長得什麼樣子的 他們其實是住在一個房間裡 然後呢 他們兩個剛好 生了一個人 媽媽 這兩個來 就說 蘇龍河完了 我跟這個媽媽 她也是媽媽 我們兩個都住在一個房間裡 然後 她 她在房中的時候 我就生了一個男孩 可是我生了小孩子 悲哩以後 生了第三天 另外這個人 她也生了小悲哩了 然後這個房間喔 我們住在這個房間裡 我們住在這裡面 我們住在這裡面 只有我們兩個媽媽而已 跟兩個baby 沒有別人了 就是我們兩個 可是 晚上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我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她把她的baby 躺過去的時候 壓到她的baby 鼻子 那baby 喔 壓住 壓住 他媽媽 睡著了 糟糕了 這個baby 哇 天亮的時候 鼻子翹翹了 她半夜起來 趁著我在睡覺 就把我的活baby 給我抱去了 她的baby 已經死掉 她把我 她把我睡覺的時候 把我的baby 偷偷的抱走 然後 天亮的時候 她就告訴我說 你的baby 死掉了 我想說 蛤 我的baby死掉了 我就看看我的baby 欸 我的baby的臉怎麼是這樣子 這不是我的baby 這不是我的小孩 換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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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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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 她們兩個人 她是一直吵 一直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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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索羅門王 剛剛兩個人都在叫 索羅門王 蛤 索羅門王 那什麼 對 兩個是真的 蛤 你說謊嗎 蛤 你說謊嗎 蛤 兩個都在哭 蛤 兩個都在講 我 孩子是我的 兩個都在講 我 孩子是我的 可是小朋友 你們知道 有些說謊 而且 已經有個baby死掉了 baby死掉的那個媽媽 她說謊話 她要去把別人的小孩 變成是她自己的 她搶人家的小孩 她怎麼辦呢 我們要聽耶和華怎麼賜給索羅門王 有智慧喔 索羅門王說 好來 給我拿一把刀過來 來 來 刀 刀 刀拿出來 刀來了 刀來了 這個 這個 刀 刀 刀拿來 這個小baby 給他 小baby 牽牽你 拜 來 給你 來 給你 給你 姨姨姨姨 這樣公平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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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真正的媽媽 她說不要 真正的媽媽 說 拜託 不要 不要切 不要切 我送給她 我不要切 送給她 送給她 這下子 給我們王知道了 好 這個魔孩子就是她 孩子 我相信說要把小孩送給你 哇 這下子 大家都 大家都說 大家都說 所羅門王 你真的有上帝的智慧 你找到誰是受訪的人 受訪的人 受訪的人就是那個媽媽說 好 好啦 給她一切拍啦 給她切啦 切拍啦 小朋友 你真的媽媽 不會說要給你切開 你不會 喔 好的 那我們不是講完了喔 等一下又玩完了遊戲喔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要找不到 親愛的天賦 我們感謝祖妹 謝謝你 今天讓我們學習所羅門王 她其實沒有求很多她自己的心裡需要的人 但是神給她 超過她所求的 她其實不開心 而且她也感謝上帝 並且她說 是因為她的爸爸大衛又誠實又公正 所以都是因為爸爸還有耶和華的祝福 所以今天我們也要學習所羅門 然後做一個在上帝的面前做你最愛我們做的事情 而不是求我們個人的事 但是其實 上帝也知道我們需要什麼唷 其他人也將給我們了 感謝神 讚美神 趕快奉耶穌基督的聖明 阿們 阿們 嗯 還有一次 那今天的進句是從真言這本書 有沒有人知道